全油管最快新闻,大家好,这里是新闻联播。 据报道,8月11日下午,陕西西安秦岭风雨地区突发山洪, 210国道风雨口至鸡窝子路段发生多处塌方, 桥梁被冲毁,目前有人员失联,伤亡情况尚不明确。 为了迅速应对灾情,西安市长安区已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响应, 公安、应急等部门已经赶赴现场展开救援工作。 当地交警部门已对该地区实施特殊天气交通管制, 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迅速采取措施,全力救援被困人员。 以上是对该事件的最新报道,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